同学们好 老师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两种乐器的名称 现在老师考考大家有没有掌握 这是什么呀 小琴琴 这个呢 钢琴 看来大家掌握得非常不错 这节课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 看看是什么 有同学认识吗 琵琶 好 同学们来中国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认识琵琶了 真不错 再来 请同学们跟老师读 琵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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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同学们注意 第二个字是清晨 再来一遍 琵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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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学会了读音 我们来看看字形 我们来看老师挡住下半部分 看看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 是不是一样的呀 都是什么呀 两个王 很好 两个王 请同学们来看这里 看到这里调一调的东西了吗 这个东西叫琴柱 柱子的柱 琴柱 请同学们来看这两个王像不像那个琴柱呀 像 嗯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忆一下琵琶这个词 第二个词我们要学习一模一样 跟老师读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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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请注意第二个词读母 它是一个多音字 以前呢 我们学习过一个词 这个词怎么读呀 先说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是一对什么呀 双胞胎 在同学们的周围有没有双胞胎啊 有 那么两位 你周围的双胞胎是双胞胎姐妹还是兄弟啊 双胞胎姐妹 那你能分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吗 分不清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非常好 它们长得一模一样 一起来读 它们长得一模一样 非常好 下面再来看这两幅图 请同学们根据这两幅图完成这个句子 王像你能来试试吗 这两幅画一模一样 他说的对不对 对 非常好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两块巧克力 请大家看 这两块巧克力从外面看是不是一样啊 一样 那么许可你能说句话吗 这两个巧克力一模一样 嗯 那再来一听呢 这两个巧克力一模一样 非常好 你们俩回答的也回答得很好 下课 老师要把巧克力送给你们 好 学习完了生词呢 我们要来看看课文 下面呢 老师给大家朗读一下课文 请同学们仔细听 听的过程中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 苏珊昨天去干什么了 第二 弹琵琶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做了什么 开始了 苏珊 你昨天去哪里了 我一直在找你 我去音乐厅看了场精彩的表演 真的吗 快告诉我是什么表演呀 是中国民乐团专门为留学生准备的音乐会 那真是太好了 你有特别喜欢的节目吗 有 我最喜欢那首琵琶曲 女演员一边弹一边唱 好听极了 我闭上眼睛去听 大家的表情也和我一模一样 那下次我也一定要去看看 读完了 要请同学们回答问题了 第一题 苏珊昨天去干什么了 王超 她去音乐厅看了场精彩的表演 第二题 弹琵琶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做了什么 孙爽 她弹了一首琵琶曲 她们俩回答对不对 对 她们听得非常仔细 回答得也非常准确 好了 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语法点的学习了 还记不记得刚才第二题 我们说女演员在台上做什么呀 一边弹一边唱 非常好 女演员一边弹一边唱 那么我要问问同学 弹和唱是同时发生的 还是先后发生的呢 琦珂 同时 也就是说一边怎么样一边怎么样 是连接两个同时发生的动作 我们总结出一个公式 请大家记一下 如语加一边加动作一 再加一边加动作二 好 现在请同学们根据老师给出的图片 和关键字说一个句子 张悠玲 她一边吃饭一边上网 非常好 现在请同学们自己听 有一天老师在学校里就这么走着 突然手机响了 然后老师呢就记起电话来 再熟悉一下咱们课的内容 好 王昌请你读Erik 之爽请你读苏珊 苏珊 你昨天去哪里了 我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你 我去音乐厅看了场精彩的表演 真的吗 快告诉我是什么表演呀 是中国民乐团专门为有学生准备的音乐会 那真是太好了 你有特别喜欢的节目吗 有 我最喜欢的首句话曲 民演员一边弹一边唱 好听极了 我闭上眼睛去听 大家的表情也和我一模一样 那下次我也一定要去看看 嗯 他们读得好不好呀 好 大家也要向他们两位学习 好了 我们要回顾一下课文了 刚才课文一开始 我们说 Erik他昨天找不到苏珊了 那苏珊昨天去哪了呀 先课 去音乐厅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唱 精彩的表演 很好 苏珊说呀 我去音乐厅看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那么这个句子里呢 请同学们找到两个动词 看看谁叫不快 去 去 非常不错 那去是去哪里呢 诚珊老师 去音乐厅 那看又是看了什么呢 王超 精彩的表演 非常好 看表演 那么去音乐厅和看表演是两个动词短语 那么像这样呢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短语 构成的句子呢 就叫做连动句 好 大家来看 去音乐厅和看表演 他们都是由哪个主语发出的呀 我 他们的主语是一样的呀 谁都是我 好 我们啊 同样 总结数据公式是 主语加动词短语一 加动词短语二 请同学们注意 这两个动作呢 都是由同一个主语发出的 现在老师先给大家一个例子 今天下课之后老师得去趟超市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家里没有菜了 老师得先去超市买菜 然后才能回家做饭 大家来看老师去超市买菜式的句子 有两个动词短语 是那两个 两位 去超市买菜式 非常好 那看看是不是这根句子和我们上面的公式对应起来了 对 嗯 好 前面老师要开始提问吧 那 许可 你来中国多久了 我来中国快一年了 那你来中国是做什么的 我来中国学习汉语 许可说 我来中国学汉语 这里是一个连动句 我先问能明白吗 好 那王超 你喜欢什么体育运动呀 我喜欢打羽毛球 那你喜欢去哪儿打羽毛球啊 我喜欢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王超喜欢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大家看这里是哪儿了 读书馆 我知道呀 很多同学都有下课后去图书馆的好习惯 那么梁薇 你下课后去图书馆做什么呀 我下课后去图书馆读书 詹琳琳呢 我下课去图书馆查资料 哦 你们两个人去读书 一个人去查资料 非常好的习习习惯 好了 下面我们要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知识 首先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 是什么 皮帕 好 我们又学习了一个生词是 一模一样 好 下面啊 老师要找几个同学来读一下 下面 皮帕 皮帕 一模一样 王称 皮帕 一模一样 孙爽 皮帕 一模一样 非常好 我们还学习了两个语法 第一个是一边怎么样 一边怎么样 第二个是联动剧 看一下我今天的作业 第一个老读课文两遍 抄写生词三遍 第二个作业需要同路两人之间完成一段对话 介绍一下自己国家的一种乐器 下节课呢 老师要邀请几组同学上台来进行展示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